我们常说的一些俗语啊 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了 张口就来 但是很少有人究竟他每一个字到底什么意思 不过话说过来啊 真的没必要 在这个上面太纠结 费功夫 但我们学搞学问的人 你就得有钻的这个劲 你才是最路的人 我们说喜乐哀乐 这个喜跟乐怎么样呢 喜闻乐见 这种感觉好像很相近 稍微的区别呢 我们感觉一下 他说词语就明白了 欣喜若狂 那怎么狂呢 他再狂也没有乐狂 那就是喜笑颜开 笑但不出声音 这就是从心底的这种喜悦的 由然而生的开始 那么乐呢 就发发出来 就感觉到 这个包括 大笑啊 就是笑感觉好像更是 静了一层 就是人跟义的区别 一个发的出来 一个就含苞带放 那怒呢 就不用多说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脾气 大脾气 动不动就发脾气 你发脾气多了就上身 其实别的感情同样是 你看喜怒哀 这个哀 也是 很 悲伤到了极点 才叫哀 这个人 你说已经很难了吧 他死了 孤住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这种叫哀 更像是 如果套到五行里面 因为五行里面就代表了 五种情质嘛 那喜就是火 然后怒是木 这个 至于说这个当初 董住书是怎么给他 类向上去的 当然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究竟起来 还是有点难 还至今没有人做学问 说为什么 把这种五种情质 套到五行 刚好能对应上 不好解释 但是这个怒呢 它就是一种 发现 这个喜呢 就是入心嘛 所以说 这个木 跟喜 相对的 还是有一定意思 那思 就是代表 脾 脾 它就比较平静 思考的时候 静下来才能思考 然后 悲 就是属金 这个杯啊 它是有 有这种 向下 斜着向下 或者是 居拢的这种 力量 感觉的 那 金 就是水 其实 这个爱啊 就跟这个金 跟这个杯 跟这个杯 之间都有 金丝的关系 所以也煮水 你也可以煮 带一点金 还有锯 这个我们已经说完了 喜怒 幽丝 那个幽呢 也像金 这种属性 也是相对于 没有表现出来 你看杯 它就表现出来了 幽就像喜的那种 跟乐的那种关系一样 孔 也跟金差不多 但是金呢 又表现出来了 这个孔 也是心灵 色孔 聚 聚也是 惧怕 有一种叫 七情 喜怒 幽丝 悲恐经 是一种说 还有喜怒 哀惧 爱无欲 这好像又是佛家的说了 反正现在我们搞不懂这些的关系 那大体上 就是这个意思 都不理这些 人的七情呢 就是这些的情感的表达 再多一些词 就是形容了 更形象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